业者篇 依法职业及罢婚 小猪在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 上路后随即参加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专业训练 并通过测验取得证书 向桃园市政府申请租赁住宅服务业 举可并领取登记证后 小猪开始经营包租代管 我有一间房子要出租 但是找房客核收租好麻烦哦 如果你想省去这些困扰轻松收租 可以租给我们公司由我们转租给房客 还可以免去空租的风险哦 哎呀 太棒了 就这么办 小猪跟屋主停约后 到现场调查屋况 并制作租赁标的现况确认书 依照调查结果和房屋登记资料 制作广告并注明租赁住宅服务业 物件名称 我在网路上看到有房子要出租 没错 这间是我们公司包租的物件 喜欢可以带你去现场看看 我们的租业都使用内政部公告版本 您可以带我去仔细审阅 太棒了 终于找到好房子了 房屋出租后 租赁当事人共同点焦屋矿 及附属设备 检查设备功能是否正常 可以拍照存证 收取租金 押金等费用 需开立收据 租赁管理人 并于收据签章 小猪业绩蒸蒸日上 并于每季结束后15日内 将其代管包租物件之相关资讯 报送主管机关 喂 小猪啊 这么快租出去啦 好有效力啊 隔壁的管太太的房子 也想请你们帮忙 那我请她明天去找你哦 你好 我想把房子委托给你们 若您目前已经有房客 可以考虑委托贷管 我们会替房东执行租赁管理事务 包括点交 收租 修缮等 租约结束会协助 结清费用 退压金返还房屋 租约满一年以上 还可以享有租税优惠哦 这是收费标准 请参考看看 太好了 以后不用管理房子 可以随时出国玩咯 条例是平前 已从事包租贷管职业者或人员 有两年缓冲级 得继续职业至109年 6月27日 借其为合法立案而继续赢业者 最高可罚新台币20万元 租赁专法有三心 业者用心 房东放心 房客安心 20 we do 不正常 平安心 旅行 to